欢迎收看由股动前朝所提供的明师关盘重点 今天是礼拜一 台北股市在今天面临了创高过后 涨多修正拉回的压力 今天因为量缩 所以盘面上追价动能不足 台北股市难以再重登8300点 盘面上重量级的全职股纷纷熄火 低价族群重涨盘式主流 其中联点是今天盘面上最吸睛的指标股 联点在今天滚量功高成交量创下了两年多来的新高 营收重返百亿元 推升了外资持续的加码进驻 另外滑宝手机股的滑宝则是因为 Sony的订单加持 滑宝也来到了11个月的新高 针对大盘后市陈宇龙分析师认为 在台指期礼拜三结算之前 盘式应该会持续的在8300点关卡之前震荡 另外彭敏宇分析师则是认为 接下来指数会沿着五日线8252点来做震荡 而今天五日线是已经宣告失守了 族群上的观察 邱敏宽分析师认为 太阳能模组的报价调长 因此今天盘面上涨势最整齐的太阳能族群 包含了茂迪、中美金、新日光、玉金 都有可能是这个礼拜盘面上的主流族群 而江文胜分析师则是特别针对了日元贬值受惠族群来做观察 指明了包含了药益、奇美财、明基财 还有东检的后市都可以持续的来做留意 今天在传钱股当中 有政府补贴政策加持的汽车族群表现也是相对抗跌 汽车受惠与政府即将要推出旧换新现金补贴的政策 包含了玉龙、包含了荷泰车还有三阳 今天的股价表现都强过大牌 江文胜分析师也认为可以持续的来做追踪 至于李永年分析师则是认为可以来观察 银建股的相关指标 包含了华固、包含了新复发、长虹建设 还有资产股当中的台肥 以上就是今天由股东前朝所提供的明师关盘重点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